第三题,以铝箔包覆竹块,接着以酒精灯加热铝箔,操作竹块甘6的实验如右图所示,有关竹块甘6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? 我们晓得,我们把铝箔包住竹块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隔绝空气,所以选项诸说,甘6以铝箔包住竹块再加热,是为了隔绝空气分解竹块是对的。 选项A,竹块甘6最后留下的物体则是由根组成的黑色固体,竹块甘6最后所留下来的黑色固体是碳,我们看到我们的根就是C碳,所以选项A是正确的。 选项B,竹块甘6时前端的白烟可以燃烧,证明甘6会产生物、脊、心人等混合的可燃气体。 我们晓得,我们竹块甘6所产生的气体,有我们的一氧化碳,有二氧化碳,还有所谓的氢气,以及我们的甲烷,也就是我们的物、脊、心、人。 所以我们的选项B也是对的。选项C说,竹块甘6后产生深色粘稠胶油,即用红色石蕊是纸变蓝色的物质是碳。 我们晓得,我们的竹块甘6之后所产生的液体,有黑色的胶油,以及无色的醋酸乙酸,也就是饼。 所以它会产生饼是对的,但是饼是醋酸是酸性,会使蓝色石蕊是纸变红,不是红色石蕊是变蓝,所以选项C是错的。 因此,第三题问我们说,有宽竹块甘6的叙述,下列何者错误?我们答案选的是C,竹块甘6后产生深色粘稠胶油,即用红色石蕊是纸变蓝色的物质是饼。